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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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孩子们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的神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八字 我们要向他来仰望向他来曲目 我们一起来做工作来装备他 我要向他上去步 我的八字从何来 我的八字从早天 地里也不化而来 我要向他上去步 我的八字从何来 我的八字从早天 地里也不化而来 我要向他上去步 我的八字从何来 我的八字从早天 地里也不化而来 我要向他上去 地里也不化而来 我的八字从早天 地里也不化而来 我们一起去 地里也不化而来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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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仰望向他上去步 我的八字从何来 我的八字从早天 地里也不化而来 我要向他上去步 我的八字从早天 地里也不化而来 我要向他上去步 我的八字从何来 我的八字从早天 地里也不化而来 哈美珠 Peki 哈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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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俘 哈美珠 哈美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宇宙我要你什么心快乐 我要草悲 无论的是万物的事 我要草悲 明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情地与你 为你草悲土地 我要草悲 要我草悲 我要草悲 自由草悲 大声欢呼 你是永远的圣经王 孩子 祝你希望是我力量 你的旧恒是我狂妄 是能当当苏小明 也许葡萄书不见过 我的宇宙我要你生 欢喜快乐 祝你心恒是我力量 你的旧恒是我狂妄 只要看到四个小明 也许葡萄书不见过 我的宇宙我地生 发心快乐 我要草悲 无论的是万物的事 我要草悲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情地与你 每天草悲 不停 我要草悲 跳舞草悲 我要草悲 自由草悲 大声欢呼 你是永远的圣经王 我要草悲 无论的是万物的事 我要草悲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情地与你 每天草悲 不停 我要草悲 跳舞草悲 我要草悲 自由草悲 大声欢呼 你是永远的圣经王 在南南湖水 此地我呵護你 在旷野路 此處我尋求你 但卻再不歸為安息 那你再不平均安穩 我的夢裡 如影像之上的仔子 在南南湖水 此地我呵護你 在旷野路 此處 在旷野路 此處我尋求你 但卻再不歸為安息 那你再不平均安穩 我的夢裡 如影像之上的 住在你裡面 住在你裡面 如同此次 無法送進正前面 住在你裡面 住在你裡面 便收聲 必破水 此地我哭不敵 在旷野路 此處我尋求你 在旷野路 此處我尋求你 在旷野路 此處我尋求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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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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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像这个葡萄寺子一样 与你长长的连结 让你住在我们的地面 我们也住在你里面 主要可以靠着你的能力 可以靠着你的能力 主要我感谢你 把今次来的崇拜都夹在你的手中 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感受从你们来的话语 谢谢你 圣灵游问同在 反告奉耶稣的美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一起说我们感恩的心 我们把我们的礼物 赐给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让我们每天都幸福快乐 也让我们出入都有平安 谢谢耶稣 你赐给我们爸爸妈妈 有工作能赚取金钱来奉献给你 现在我们要奉献给你 圈里继续的看顾我们保守我们 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分享出来就是把荣耀归给神 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谁要述说神的荣耀 大家好 我是以文老师 老师要来分享 老师的在MCO时间的一个见证 那天晚上一个晚上 MCO的一个晚上 老师睡眠了 睡不着觉 那孩子们 当你们睡眠的时候 你们的爸爸妈妈会教你做什么 属眠啊对不对 叫你们闭上眼睛 属眠啊 一二三四五 属到睡觉 那么老师 睡眠的时候 通常老师就会 背诵经文 背诵四边 二十三片 或者是就是一边就熟悉的一些经文 那天晚上 老师一样的睡不着觉 那但是老师没有开灯 一般上他们是有些人就开灯 看书 或者是听医院 老师就没有了 因为老师怕影响 老师的老公 他在睡觉 所以老师在躺在船上 但是老师就心里就 一边闭上眼睛 一边就默默的在背诵 今晚了十片二十三片 以后话是我的目准 我并不知缺乏 他是我谈过在青草地上 诶 背诵完的 还是不能够睡 还是睡不着觉 还是很精神 老师再来背 十片九十一片 住在至高者一秘处的 并住在传人者的阴下 背诵完整个了 还是 还是不想睡觉 那么好 来 主导 我们在天上的父 有人都做你的名为生 有你的国家 诶 还是 精神很好 精神很好 所以 你就来拿出手指来 来数算神的恩典 感谢神 感谢神 给我们在MCO的时候有平安 感谢神 让我们在MCO的时候 家人每天做很多的糕点给我们吃 感谢神 我是有健康的 感谢神在MCO时间 赞心的爸爸去做工 但是他还是有平安 有健康 他没有被这个病毒 就是一起来感染 哎 数多 数多 很多 很多 但是 还是没有睡觉 还是 还是很有精神 突然间 老师就听到窗外的声 窗外就听到一个小鸟的 小鸟在唱歌的声音 小鸟在唱歌 在老师听来 他在唱 他在问 不是唱 在老师听来 他是在问我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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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就抱着一种 好玩的 玩着睡不着 老师就跟他玩耍了 他问 我答了 他问 小鸟就问 你是谁 我就说 哦 我是林语文 你是谁 哦 我是神宝贝的孩子 你是谁 我是林文贺的老婆 你是谁 哦 我是五个孩子的妈妈 他很多 你是谁 你是谁 老师就 打打打打 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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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又重复 重复又重复 不停的在唱歌 小鸟不停的在唱歌 更妙的是 更妙的是 他会 他会回应哦 他会说 是的 是的 就好像说 你是谁 哦 我是蒙恩的人 是的 哇 你是谁 哦 我是林语文 是的 哇 真的是很妙 那不知不觉 老师就 也睡啊 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个问题 老师就 也就慢慢的睡 就睡着了 但是 老师要分享的是 透过这小鸟的唱歌 老师再一次的肯定 老师再一次的被肯定 哎 你是谁 你是谁 那么老师再肯定说 啊 我就是林语文 我就是神所爱的一个儿女来的 我是神宝贝的孩子 是神的公主来的 是啊 外面无法来攻击 无论环境是怎样子 啊 没有任何的世界可以来攻击我 因为我是受保护的 再次 再 再次的肯定 再次的肯定 所以老师很肯定知道 神爱我 神爱我的 嗯 你是谁 神我是神宝贝的孩子 所以神也是爱你们 孩子们 神也是爱你们 神爱我 所以神很爱大家 爱老师们 爱小助手 爱小孩子们 是不是 哈利路亚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又到了一个月一次报告神秘术奖励得章的时光 我就报告你们的总数 请你们记算自己得章的数量 如果老师不小心弄错了 可以告诉我或者美丽老师哦 张欣76个 启怀23个 敏柔26个 敏儿39个 雷妞50个 杰云37个 张爱19个 张宁53个 新宇33个 新陈28个 杨宁20个 司童11个 子生12个 慧安36个 大顺41个 埃杰10个 伊沙表9个 儒家15个 埃杰5个 毕豪15个 司君7个 CANON6个 儒金2个 儒恩1个 鼓励大家积极地参与背经文 答题 才艺 有经历神的见证也可以分享出来 荣耀神的同时又可以得生命数奖励印章 当我们恢复实体儿童崇拜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用你们所得到的印章换取礼物了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中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一号福音八章十二节 住在自告者隐蔽处等 必住在选人者的印象 我要轮到一句话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如撩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领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屑盘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人飞得见 也必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古街灭人的毒病 虽有些人扑倒在你旁边 外人扑倒在你右边 正在去不得临近你 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 诗篇九十一篇一到八节 好啦又到我们听神话语的时间咯 请孩子们还有老师来预备好我们的诗音 来看一看听一听今天神要对我们说什么吧 孩子们又到了我们一起来听神话语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 你给我们有平安 让我们在这个心情里面都有你的带领 主我们这时候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 主主带领我们不论是讲的老师或是听的孩子们 都大大的领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里面来成长 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孩子们老师今天的主题是废铁回收 废铁回收 那什么是废铁呢 废铁就是一些的金属 金属 就是很像那些 栏杆 铁花 或是架子 因为旧了 生锈了 我们就不要用了 我们就不需要了 那这些废铁呢 有些公司就会回收 把这些废铁回收回去 重新的再加工 或是再造 让它再生 就变成有用的东西 那老师想问你们就是 我们的生命可以再生吗? 我们的生命可以再生吗? 我们一起来从圣经来找答案 那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 老师都盼望你们跟老师一起打开圣经 我们一起来念 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税利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一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都施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住宿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而在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好孩子们 从这个 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里面 我们就看到 有一个人物 那个人物就叫撒该 这个就是撒该 撒该呢 他长得稍微矮小 怎么形容 那我们就用子孙来形容 子孙他的个子就比较矮小 跟他同年龄的人一起的时候 他就显得说他比较小子 那这个撒该也是一样 他就比较矮小 那撒该呢 他是一个大财主 那大财主就是有钱人 撒该是一个有钱人 那除了有钱之外呢 他也是一个税吏长 他也是一个税吏长 那什么是税吏呢 老师来解释一下 税吏呢 用我们现代的话语来说 就是收税 收税 就是我们知道有这个税务局 对我们有税务局 那这个税务局他要做什么呢 他就是每年我们的爸爸妈妈 或是我们像老师这样子 做了一年的工作 或是公司经营了一年 我们就要向这个税务局来报仗 说我今年我的收入是多少 我的支出是多少 那税务局就要计算一下说 今年我需不需要去还税 然后我要还多少钱的税 这就是税务局 所以那个时候沙盖就是税吏 他就是税务局 那 当时的沙盖是被人讨厌的 犹太人是很讨厌他 他自己也是犹太人 然后他们觉得他是叛国贼 因为他是在帮罗马政府做工 他在帮罗马政府做工 向犹太人来收税 向犹太人来收税 然后所以他们就很讨厌他 他们就很讨厌他 那除了因为他是帮罗马做工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为什么他们很讨厌他 是因为他康星 原本可能只要跟这一个人收收50块钱的税 他却说要收100块 那这50块还就交给罗马政府 剩下50块就进了自己的口袋 所以他是一个贪心的人 所以这个沙盖是很被人讨厌的 我们就相信他也没有什么朋友 因为大家都讨厌他 所以就没有什么朋友 那有一天他就发现说 就听到了 他就听到说 耶稣要来到他住的地方 他住在耶利哥 所以他就听说耶稣要来到耶利哥 那他就想见见耶稣 想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因为听说耶稣讲的道很多人听 耶稣讲的话很多人听 然后耶稣也有朋友 那他就想认识一下耶稣 那他就跑去了耶稣要到的那里 耶稣经过的那个地方 那他就跑到了大家都聚集的地方 他就去看耶稣 那他到那边到达的时候 他无法进入 因为太多人了 他的个子又小啊 我们知道他的个子比较小 所以呢 他被大家挤在外面 然后就算站在那里 他也看不到 都给其他人挡住了 那要怎么办呢 这时候的沙盖 他要怎么办呢 那这个沙盖就发现说 哎,这里附近有 就是有山树 有山树 那他就想到办法 要爬上这个山树去看耶稣 好,那我们就看到说 他爬上了这个山树 他爬上了这个山树 看耶稣 这就是沙盖 沙盖爬上了山树 看耶稣 那耶稣就经过那里 但耶稣经过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沙盖 他就看见了沙盖 耶稣他认识沙盖 虽然沙盖不认识耶稣 但耶稣认识他 你看他就叫他说 沙盖沙盖 请你下来 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 哇,这一个 沙盖听见耶稣说 要到他的家住 他多么的开心 就从树上赶快下来 哇,从树上赶快下来 他高高兴兴 欢欢喜喜的 把耶稣接到他的家 他很开心 就把耶稣接到了他的家 那这个沙盖就 接了耶稣到他的家做客 去到他的家的时候 这个沙盖就跟耶稣说 耶稣我愿意悔改 我如果骗了人的钱 我就还他们四倍 他说还他们四倍 所以说呢 就是如果他骗人十块钱 他就还他四十块钱 那他又把他一半的财产 都给穷人 哇,我们就看到这个沙盖 他悔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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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们 透过这个沙盖的故事呢 老师分了两个点 那这个两个点呢 是在沙盖遇见耶稣之前的生命 和沙盖遇见耶稣之后的生命 那第一个点是 沙盖,沙盖真讨厌 沙盖在还没遇见耶稣之前 他的生命是被讨厌的 他是被人厌弃的 就像废铁一样 被人厌弃 因为已经不美了 因为会生锈 废铁生锈了 不好了 大家都不要了 走心了也不要了 所以当时这个沙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沙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纯洁 可是这个沙盖却一点都不纯洁 一点都不纯洁 因为他骗了同胞的钱 他贪心 所以呢 在他当税吏的时候 他要帮助罗马政府来跟自己同胞收税的时候 然后呢 他在当中 就 就讹诈 讹诈是什么意思呢 讹诈的意思是 有威胁的成分 也有敲诈 就是敲诈他同胞的钱 那怎么去威胁或敲诈呢 意思是说 原本这个罗马政府 要跟老师收10块钱的税 可是这个沙盖却跟老师收了50块钱的税 那这个10块钱呢 他就给了罗马政府 那剩下40块钱就进了自己的口袋 或是他也有威胁的成分 你不交出这个税 我就把你交给罗马政府 都有这样子的行为当中 所以他是被他的同胞所厌弃 所讨厌的 他们看到他就讨厌 所以是被丢弃 他甚至就没有朋友 那这个 沙盖在还没遇见耶稣之前 他的生命是这么一样的一个生命 那当他遇见耶稣了之后 他的生命是老师现在讲的第二点 就是 沙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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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悔改 那这沙盖 他就整个人翻转 刚才我们有讲到说 当沙盖 接耶稣去家里的时候 他就跟耶稣说 他如果骗了别人的钱 他就四倍还给他们 然后他也拿出他自己一半的家产 一半的财产去帮助穷人 所以他不只在他的口里说 他要悔改 他的行动行为都在告诉我们 他愿意很真诚的悔改 所以耶稣接纳他 耶稣接纳他 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 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所以 这个沙盖就感受到耶稣的接纳 因为他身边的人都不接纳他 都讨厌他 可是耶稣却接纳他 他虽然有不好的行为 他虽然贪心 他虽然贪心 他有敲诈威胁同胞的行为 但是耶稣又接纳他 耶稣没有看不起他 所以他就发自他的内心去悔改 所以孩子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贪心的行为 像撒改之前的生命 一个贪心的行为 怎么贪呢 可能我们会贪 我们会贪别人的东西 看到他这个人 哇 有很漂亮的笔合 我也想要 当然 可是爸爸妈妈不给我 我就想尽办法去得到 那或是贪时间咯 或许我们也会贪时间 那怎么贪时间呢 原本这个时间 我要去完成我的功课的 或是原本这个时间 我是要去帮助爸爸妈妈的 可是我却在这个时间里面 哎呀多给我一点时间睡觉 多给我一点时间玩玩乐 玩手机 然后我就 这就是一个贪 我们贪时间 对贪时间 老师就说说老师怎么样的贪时间 老师真的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 老师原本每次老师会计划 今天我应该完成什么 今天我应该做什么事情 今天我要怎样过 那老师很多时候都计划好了 可是就会 因为老师的懒惰 老师就偷取了时间 老师喜欢LINE 在那里多LINE一下 多LINE个半个小时 我再去做 或是多往手机一下 再去做 再去完成 或是老师就会 这个节目很好看 等我看完 我再去 做事情 所以老师也会有 这样子的问题 那每次 那有一次老师就 一直这样子的循环 那老师就 有天就到了晚上 真的是 老师发现 回想 今天老师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老师就会很懊悔 很懊悔说 哎呀 干嘛我今天 原本要这样 要那样要完成这个 要做这个的时候 我都没有去做到 老师就会很懊悔 那老师 那老师当下就 祷告 老师就祷告认罪 老师跟 跟耶稣认罪说 哎呀 我又没有珍惜你给我的时间 我没好好去应用你给我的时间 我偷了时间 浪费在这些事情上 那真的要完成的事情 我就没完成 我说耶稣你来怜悯我 你原谅我 我有这个 没有珍惜你给我的时间的这个罪 浪费时间的罪 你来原谅我 你也帮助我 因为我有软弱 我说真的是得胜不了 那你来帮助我 让我可以得胜 让我可以把 可以爱惜你给我的时间 那 那老师这样子祷告了之后呢 老师发现自己 真的是慢慢在改变 老师真的是慢慢在改变 老师真的是可以 跟自己说 哎这个时间 我真的要完成这件事情 那我就赶快去做 那老师就 就 放下手机 或是放下电视剧 老师就赶快去把它完成 所以 感谢主 我们的主是听我们祷告的 我们的神是取听我们祷告的神 他必会帮助我们 他会带领我们 就像沙盖一样 他真心的悔改 那耶稣接纳他 耶稣接纳他 让他真的可以感受一个新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都有软弱 我们都有软弱主 我们 会像沙盖一样主啊 我们有贪心的罪 主我们 特别是我们会贪时间 主我们特别会贪时间 主我们没有把 你给我们的时间 用在对的事情上 主啊 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有软弱 我们很软弱 但我们的主是刚强的主 我们要靠主你的圣 主我们要靠你的圣 主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软弱 主啊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罪 主我们将我们交 我们每个人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 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好孩子们 今天的经文是在 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我们再来一次哈 路加福音19章10节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阿们 好 接下来呢 老师今天的问题 就是呢 额 萨该有说哈 他会拿他财产的多少去帮助穷人 老师再讲一次哈 萨该会拿他多少的财产去帮助穷人 那你们有 你们有了答案 就 WhatsApp给美丽老师 让美丽老师知道你们的答案 也能够给你们分数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 提醒大家记得回答题目 也鼓励大家积极的背诵经文 分享才艺和见证 那我们下个星期 儿童献上崇拜再见咯 愿神的平安和祝福 大大的与你们同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